苹果现在干嘛呢 他们现在说要加大对腾讯 对字节跳动施压 要这两家公司配合封堵旗下的社群平台 微信抖音的支付漏洞 而且苹果之前就曾经警告过腾讯 说如果不取消程序开发者绕过苹果生态漏洞 那未来会拒绝提供微信更新 而且呢他还要求腾讯禁用游戏中 创作者玩家间的聊天功能 这功能可用在提供支付连结 那么6月的时候 苹果也针对类似的问题警告过抖音 那重点是现在就说你苹果是要干嘛呢 就是要钱而且要抽税 还有人把它叫做苹果税 那为什么对中国要抽的税可以高到30% 那对于其他的国家 就不需要这么的多干嘛 就专门就是针对中国吗 其实这个争议真的是一个 已经非常多年了 我想这个是一个古老的新节 怎么说呢我想大家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 其实可能不是太了解 其实如果你用大陆的腾讯 或者是包括抖音来讲的话 你大概就会知道在这两大的 这个APP里面都有一些小程序 哎呦不要说小程序 很精彩啊 有个子它不是功能 你可以玩游戏啊 你可以等等 然后里面还可以聊天 好问题是谁是老大呢 腾讯是老大吗 抖音是老大 还是你用的这部手机 苹果手机是老大呢 你都在苹果上面用啊 所以这里头其实就是这样 我举个例子 我想台湾的观众朋友是这样子 过去大家还记得 如果你用Facebook 你Facebook那边如果有些游戏啊 过去你要玩那个什么 种菜的那个东西 抢菜的 你要付费玩一些小游戏 开心农场 对开心农场 你就要付 你就要付给Facebook 虽然很便宜 有时候30块啊 就是大概一美金左右 大概就是个概念 可是那个超坑的 它会把你随时中止 重点是它就是这个APP 就是Facebook 你不是付给这个手机 Android 你也不是付给苹果 所以这里头就牵涉到 谁是真正的老大 那么对消费者来说 我就是消费者 然后我就跟这个程序公司 我就是买它的东西 我付钱给它 不是应该这样吗 可是问题是 苹果就觉得不对啊 你们你这个程序 你就是因为下载了抖音 下载了微信 你才可以玩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要这个东西 要花任何的钱 你都得要经过 我苹果的Apple Store Apple Store 在这个段落付钱 我这个是很有经验的 比如说我过去我要买那个 在中国大陆有一些 所谓周末的杂志 就是电子书 我电子书呢 其实我是要买这个电子书 就我要付钱给他 就他就立刻就跳到 我要付钱给苹果 苹果再把钱给他 所以都是要苹果再收费 只要在正规上 在苹果的概念都是 可是可是 中国大陆因为现在小程序 非常非常多 而且变化非常非常多 而且他们挂载在 微信跟抖音底下 所以大家就是直接想办法 绕过苹果再付费 或者是刚刚为什么 要把他的聊天室关掉 因为呢 我就跟你聊天 比如说抖音 在他们那个小程序里面 有服务员嘛 就问他说 我要买什么东西 要什么东西 我要买些装备 所以他干嘛 你就打支付宝给我就好了 你就微信支付给我就好了 所以大家付钱 就这样付更好 就不用绕过苹果 所以更便宜 那当然对于苹果来说 大家就很痛苦 除了这个所谓 基本的这种当中 苹果的收费之外 明明每天日以继业 在中国市场有那么多的 然后这个钱可能是 真的是几上亿 就是大概剩一个月 就上亿的这样子状况 他就收不到 所以呢 这期已经长久 已经十几二十年的部分的心结了 至少超过十年以上了 所以现在大概苹果 就是不可能不收这个钱了 而且要知道苹果现在手机 在中国大陆各方面 它在手机的部分 也都没有信息那么好 所以在苹果都是希望 在它更多的利润本身 在中国市场 能够挤出更多的利润 这种软体应用上就是了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 抓出这个小程序 这些公司来惩罚 所以他们就是要求 包括抖音或要求微信 不可以这样子 你要留下买入财 当然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我为什么要给苹果 还要再抽成 所以现在这个争议很大 虽然我认为 它是商业市场的纠结 可是你要知道 这种新结大家的抗争时候 慢慢的在中国很容易衍生成 又变成是民族大义 就变成是一种政治上当中的拉扯 有什么样的部分的用意 一旦它过大解释的时候 它就变得很大的麻烦 好 不过呢 我这个请历史哥 就不谈苹果了 我比较很好奇的就是说 苹果现在他们是不是 真的觉得说你要用手机 还是得要用我的不可 不是嘛 因为现在它已经有越来越多 强力的对手了 那手机不一定要用美国的 APPAPP也不一定要用美国的了 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了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马杜罗 维内瑞拉这位领导人 他不是就讲了吗 WhatsApp 它是Meta旗下的WhatsApp 见鬼去吧 现在我们都透过 WeChat跟Telegram交流啊 哥文比亚的毒贩 叛徒 北美帝国主义 无法再透过WhatsApp 攻击维内瑞拉 我们将摆脱技术帝国主义了 然后你看这个之前 就讲到Meta Meta那时候你看 这个光是马来西亚的首相 发个文 他还会把它删了 然后呢 后来现在才终于怎么样 道歉 所以难道对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看在眼里 难道不会想说 我干脆用其他的 就像是马杜罗的这一句 WhatsApp 见鬼去吧 历史哥 我觉得他们现在都在体验 当初川普的可怜 川普当初是真的被 所有的科技巨头联合封禁 尤其这个推特 这么大一个账号 直接进了 川普到气到现在 虽然已经被马斯克 并购变成X 川普到现在还是不发心的 他唯一字顶 是抖内给他的连结 如果大家去看的话 那回过头来 事实上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三大霸权 军事 经济 还有一个话语霸权 所以我们常说 美军 美金 美语 这个话语霸权的建构 它所背后的是非常巨大 而且是非常深的 这也是造成说 今天美国在全世界上 虽然看得出来 它的军事实力 似乎正在往后退 它的经济呢 没有像以前那么 你看这些美股 根本比云消费是还恐怖 上冲下行 对 上冲下行 美股抖个1%2% 全世界是8%10% 这样在上冲下行 这就是美国话语权 背后的这个威力 而这个威力呢 事实上我认为啊 不管是马杜罗 他深刻体会到 因为大家知道 我认为大家之前有一个 所谓这个他们的 这个反对派的总统 但是有所谓的两个总统 在查维茨下去之后 还有像阿拉伯世界 或者是伊斯兰世界 是更是深刻体悟 不要忘了 阿拉伯之村是谁挑起来的 谁挑起来我们不确定 当然很多人说美国 但是谁推波助来 那肯定确定就是脸书 所以你看哦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 他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环 他要表达什么 他要表达我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啊 他我要表达我对 以色列的愤怒跟不满啊 但问题是 这些科技业的巨头 到底有多少人是犹太人呢 祖克勃就是犹太人嘛 那包含其他的各种科技的巨头 几乎包括Google 创办的这些 几乎都是犹太人 在垄断这里面 所以美羽的霸权 背后更深的是 包括犹太资本 所以这种深度绑定之下 他们真的是见直哪打哪里 可是我觉得这几年 对美国来讲 最大问题就是 现在有抖音了嘛 现在有刚才他讲到的 微信了嘛 现在有telegram嘛 我跟大家再报告一个 像我看俄乌的消息 看了很多 包括跟大家介绍 很多是从哪里来 telegram 你抓不到啊 还有微信啊 所以这个微信的状况 这些东西是他现在掌握不到 而因为这个样子 消息慢慢的漏洩出来之后 其实这个美羽的霸权 正在松动 但是你说一席之间 要让美国的这个语言霸权 真的崩毁 我觉得还早 因为毕竟家底真的很厚啊 所以但是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世界真的在变化 尤其中国决定所带来这一集变化 好来 这个小金长要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电视墙 这里面谈到的就是 在最近呢 陆媒所释出的一段 这个解放军海军 他们训练的影片 在这个演训的影片当中呢 看到了好几个重点 那么其中包括说 有看到一款真实鸟类外形及相似 利用双翼挥动飞行手持无人机 那另外呢 还有提到的是说 这个蛟龙突击队 他们是 这个可以释放 说体型较大于乌鸦老鹰相仿的无人机 这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作用 而事实上 我想不是只是关注到那无人机 他们在这个整个海军特战单位的演训影片当中 其实也有很多的重点 来请教小舰长 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一个海军小队 那他们在做的演训 他其实他就是一个 我们一般认为的特战的部队 那他拿出的就是这样的 就像一只小鸟一样 那直接的 然后他就会拍翅膀飞行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仿生的重要性 有人一定会讲 美军也有 美军也很小的 大概就一个手掌长 对不起 他就是使用所谓螺旋桨推进 那第一个他会 他会有那个低频的声音 第二个那一看就知道 只要我用眼睛可以看得到 我就知道那个就是无人机 可是这个你要怎么样仔细观察 他如果这飞在鸟里面 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判别 他是鸟还是无人机 其实不止这个样子 其实他们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讲到的水下的载具 他是学什么 他是学这个烘鱼 他就这样子动 但是美国的烘鱼 他是不动的 他一样也是 不动我比较假 对他不是 他是使用那个车业推进 那一样 那其实大家现在都说 哎呀 那个以色列的多好 我们就直接看这个 长丁萤火虫 那这长丁萤火虫 其实他也是一种无人机 那他这种无人机 到底是怎么样使用的 其实他使用的方式很多 那我们这样讲 他可以 因为一直飞很耗电 那他可以停下来 停在屋顶上 他就变成一个路口监视器了 然后他直接从这个操作上面 那个操控台上面 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360度的一个环境 然后他实际上来讲 也可以进行攻击 那不过我们刚刚讲的 这一个海军小队 那个蛟龙突击队 所使用的这种 他是仿生的 那他是不是具有这一种 游荡炸药的这一个功能呢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没看 也不知道 没看这个央视所释出的影片 我们也不知道原来 他们还有这一种 仿生的这一种无人机 那这一种无人机 他在飞行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不知道 第二个 他也可以飞得很高 掌握我们讲到所有地面 第三个 也就是对手 其实如果他不开启 这一个电磁频谱的话 他根本不知道 无人机已经到了 这个无人机到了 也就是蛟龙突击队到了 那也就是说 真正的我们讲说 这一种 斩首战 那这个才是重中之重 就是你以为他没有出动 没有 他已经在身边 所以他就是会出现在 我们的身边 对 这种无人机就是 如果一旦开战的话 对 他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大家一直以为 那个无人机 一定是这种悬疑的 对不起 那又是落后解放军十年 来上志 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其实像这样子的 不过为什么会披露 我认为很大的原因是在于 在先前印太的那个 POPRO说 在台海之间 要无人机什么之类的 仿佛无人机的 这样子的技术 或无人机本身的 这样子的战术 在台海当中变成是 民党政府或美军当中 防御台湾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 殊不知中国大陆的无人机 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我不想表达说 因为我2018年的时候 去过大疆 那我在2018年在大疆的时候 当时他们所谈的 你看已经多久前了 当时无论是无人机 反无人机的技术 在当时我所听到的 民意民间用的 都到现在来讲 还是都恐怕都在台湾 都喊做不到 而且我就像我现在 在新闻节目讲的 审计部在讲说 台湾国防部发包 时光有反无人机的技术 没有人来标 所以那个落差之大 我认为原先 以中国大陆的 我认为我对他们的了解是 这个东西不会平行的披露 到底进展到什么地步 但是就是因为无人机 现在被大量 被美国拿来宣传 民进党政府宣传 这个东西让你震惊一下 让你知道差距有多大 吓吓你 这应该是最主要的用意 对啊 所以这就难怪为什么要说 这个帕帕罗那时候讲的 那个叫Hellscape 什么地狱战略 就要让解放军要陷入地狱 一旦你敢打台湾 对不对 然后呢 结果我后来就马上就被回呛说 是谁的地狱呢 美国的无人机 美军的地狱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